中秋如果要返乡过节 不免要带点单楼 来看到中秋节如果要买柚子来吃 还能做公益的是 新东阳连续六年 他们协助了关西果农摘采柚子义卖 今年添购了400箱 放在北二高四个服务区来义卖 索德将会捐给偏乡小学 像是华山 盲校 儿少之家等等 帮助弱势学生 来到关西服务区的超商 电厂利用独特刀工 剖开这周刚采的柚子 三十多年的老丛品种 虽然外观其貌不扬 果肉却是清甜多汁 一箱箱用于义卖要来帮助弱势 这是我们第六年 跟我们在地的关西农场的一对老夫妻 在我们得知之下 他们老夫妻两个人独自在山上 自己种 他用最原始 最纯朴 最天然的方式 来种植柚子 那他自己种自己卖 那他销量有限 所以我们得知一下 我们就是帮他来做销售 那也顺便我们用 所贩售的金额 全部我们捐助公益 体恤老农夫摘柚子的辛苦 也帮助关西果农行销在地农产 新东阳连续六年协助采摘及贩售 去年以近三百箱的柚子做爱心 今年更以十万元买进四百箱意卖 在北二高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四个服务区 以自助室捐款贩售 收入所得将捐助关西玉山国校 华山基金会台中惠民盲校 及南投仁爱儿哨之家 希望带给弱势学生爱心满满的中秋节 单颗的一颗五十元 还有整箱三百五两种 就是方便大家 如果说有的人只是想尝一尝 他的好滋味的话 就是买一颗就好了 今年跟网园不一样 也鼓励大家 如果有经过国道的话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来共襄盛举 不过数量不多 如果要做爱心的话 动作要快 柚子一箱三百五十元或一颗五十元 刚开卖短短一天 关西服务区就卖出了三十五箱 帮助果农又能温暖弱势 直到中秋节当天 都能一起品佑箱做工艺